想跟大家分享一下,就是有一个同修,他是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新同修,2019年8月23号,他儿子高中接训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,体温高达42度,当他赶到医院抢救室的时候都懵了,他儿子原来的体格是非常强壮的,但是在口吐白沫,医生说他的瞳孔都反应迟钝了,然后他当时下的腿都发软了,然后儿子立刻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, 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,医生都通知家属情况不乐观,苏醒过来的几率很小,基本就断定是个职务人,然后立刻又被转到省级的第一医院,幸运的是他得到师兄们的帮助,然后他每天早上就起来念经许愿放生,在25号他早上念经的时候,遇到儿子要醒过来,然后奇迹真的就出现了,然后医生打电话说,儿子真的醒过来了,昏迷了整整五十个小时,醒过来之后, 儿子脑子都很清醒的,他的一切担心就都放下了,他现在就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,感恩观世音菩萨,灵验非凡,感恩师父分享完了 现在还要讲啊,调命嘛,菩萨旧的,他妈妈要不是及时念经许愿放生,他这么清醒嘛,肯定是菩萨给他魂还回来了呀 感恩观世音菩萨,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,感恩师父